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台股 台股如果从今天的分时走势来看 今天一开盘就相对的开高 开高之后震荡走高 尾盘再这么一拉 就让台股今天收上了最高点 11,099点 大涨了110点 而在今天台股涨了1% 如果从日线图当中来看 有没有发现 台股在这里的高点 今天的高点11099 而距离前波的高点位置 11,100只差一点 明天有机会来突破 前波高点的位置吗 更重要的是 虽然今天的量能 只有维持在1,158亿元 还是没有适度放大 但是台股在这里 是不是真的有机会 呈现一个大WD成型 如果明天这个11,100 仅限的位置 真的正式突破了 有没有机会 对等比例往上来等幅测量 这是今天一个非常重要 发动攻击的讯号 而更重要的是 台股今天涨了白点 领头羊是谁 就是台积电 台积电今天一口气大涨 而且中场就涨了9.5% 涨了3.81% 今天就收在259块钱 而且台积电的大象股 分了一搏 也冲上了5个月来的高点 看到了台积电的日线图 创下了5个月来的高点 而且我们从月线来看 它的月KD呈现了中指50位置区交叉往上 如果说台积电月线的技术指标真的交叉 有机会往上 那台积电再上档还有没有空间 台股是不是真的能够继续的往前拨高点来挑战 今天的重点就在台积电身上 所以我们倒带您来看一下 到底今天激励台股大涨的主要几点原因 首先当然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台积电 因为一口气大涨了9.5% 收上了3个月来的高点 现在呢 德意志证券甚至喊 它的目标价能够看到302块钱 距离今天的收盘价 还有这个快要50块钱的差距 在这里台积电是不是真的能够涨到300块钱 而除了台积电今天贡献指数8.9.10点之外 当然还有其他的利多因素 激励台股今天涨势这么强劲 比如说明天摩台要结算 大家有点担心了 因为外资今天一口气大买了133亿 那今天就拉全只股 拉台积电 台湾50也创新高哦 那今天再拉全只股 甚至包括了台达电也动起来了 会不会只是为了明天摩台要结算 还是说在这里 外资拉台这些像是台达电啦 像是TPK 联发科 大力光 今天全数的拉台 明天摩台结算就非常重要了 好 外资常常因为指数的动静 而在拉台这些全只股 除了明天的摩台要特别关注之外 还有一个就是月底 月底 礼拜五 8月31号 盘后有一件事情 什么是 MACI的季度调整 在8月31号 礼拜五盘后要正式升上 可是投资朋友就说了 记得上一次在讲这个MACI季度调整的时候 台股的权重是被调降的耶 如果台股的权重调降代表外资还要继续卖吗 那今天的涨会延续到礼拜五吗 可是我们先看一下外资的动作 其实在MACI公布调降之后 外资就已经一路的在卖超台股了 所以我们统计 外资从6月份以来就卖超了台股487亿元 外资从6月份以来就先卖了哦 最近看到了外资在陆续的回补 是不是代表MACI调降台股权重的利空 其实外资已经卖的差不多了 不会再担心 礼拜四礼拜五会再受到上时要起的干扰 而至于在今天 被动元件的国际也是盘面当中的亮点 国际的今年股价重新回到了705块钱 而且外资真的有在回补哦 外资连五买 今天再加码了1405张 所以外资这一波不仅回补台股 甚至包括了台积电 今年买超第一名 国际今天也加码了1400多张 外资的资金重新回到电子股身上 所以对大盘整体指数来讲 外资现阶段对台股真的是比较青睐的 因为新台币在深 好 川普又在放话了 先前在批评连准会 说你们强势的美元 把我好不容易拉抬起来的经济都毁掉了 而且其实如果你们弹劾我的话 可能美股就会出现崩跌 美元很听话哦 美元指数其实从8月15号96 跌到现在94 表示说他们还是按照川普 喜欢弱势美元这样的态度在走 既然美元在扁 美元在扁代表什么 代表资金在卖美元 那会不会流到新兴亚洲 流到台湾呢 所以看到了新台币连续三天的升值 今天已经价格再创这半个月来的波段新高 所以对台股来讲是不是真的 越来越有这个多头要加热的现象 看到台股明天很重要前波的高点 11,100点差一点 明天机会就有来触碰 但是从量能的水位来看 那最近我们看到了电子的资金比重 慢慢的回温回升到了七成 而且外资在这里回头加码 就是买电子 投信呢上礼拜买传产 而这个礼拜也把资金开始赚回电子了 电子是不是真的在9月份 在第四季能够集三千宠爱于一身